今时财经 点时沉浸 各位好 我是李亚倩 来看今天的财经重点 国务院港澳办表示 一国两制在港澳成功实践 大半区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 以及香港注尽检疫措施 有望放宽至林佳琪 李佳超表示 积极研究调整入境建议安排 还有来关注到的是 消费需求退却 美国第二大港口码头进口量减少 评论员中文会认为 国际贸易将会大放缓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 中共庄宣传部20号 决行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黄柳全表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 继部加强党对港澳工作的 集中统一领导 习近平对一国两制和港澳工作 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新理念 新思想 新战略 将党对一国两制的规律性认识 提升至新的高度 为一国两制理论开辟新进解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 一国原则 欲坚固 两制的优势 欲彰显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 是对一国两制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为推进新时代一国两制实践 提供了根本遵循 也是港澳工作取得新成就 实现新发展的根本原因 他表示 两年多来 港澳受到了新冠疫情严重冲击 两个特区政府在中央坚定的支持下 采取积极有效举措 舒缓民困 恢复经济 推动各项建设事业不断的客难前行 黄六全表示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 纲要实施三年来 大湾区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 包括重大合作平台建设加速推进 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稳步推进 港澳与内地互联互通也取得突破 便利港澳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 持续完善 而黄六全也指出 当前疫情还在全球蔓延 已经深刻的影响和改变 包括香港在内的全球联系交往方式 新一届特区政府上任之后 已经多次强调 香港和世界联通 与和内地通关事并不矛盾 黄六全同时也指 特区政府根据香港的疫情 和全球疫情变化 以及香港的实际情况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因时应是调整优化香港的 疫情防控措施 有关调整无可厚非 不需要过度的解读 而在今天香港新增的新冠确诊数字 为5459宗 这确诊数字近日出现回落 政商界的人士以及专家就纷纷表态 要求要放宽入境检疫政策 由原本的3加4改为至0加7 以及取消登机前的核酸检测 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 对于疫情走势感到正面 政府也将会积极地考虑不同的意见 李家超是在出席行政会议之前会见传媒 他表示各部门正在研究调整 低港人士的检疫安排 也会尽快地决定以及公布 让香港联通世界 减少抵达香港之后 因为检疫要求 而减少旅客的不方便 香港近日单日新增确诊个案 由近9000宗稍有回落 香港特区政府早前表示 积极考虑将目前海外和台湾地区 入境检疫安排 缩短到0加7 即只需要居家监察7天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 当局正研究调整 从机场入境后检疫措施 一有消息就会公布 政府是以正面的态度 去看确诊数字回落 这个趋势的 我们各个部门 都是积极研究着 在确诊数字下降 给我们什么空间 去针对在机场 到港人士的检疫安排 有什么空间 我们作出什么调整 我们每个部门 都是积极研究着 我们会尽快作出决定 目标就是 在我们管控到疫情的走势 的情况之下 我们是给最大的空间 让我们香港是联通世界 和减少 他说特区政府部门会有序的 部署防疫措施 确保运作顺畅 以及将风险降到最低 并希望一旦推出政策 就不走回头路 早前也有特区政府专家 顾问和行政会议成员建议 如果医疗系统能够承受 当局应该取消上飞机来香港前 需要做核酸检测的要求 在我们听到不同的意见 有关于譬如检疫安排 有关于上机前 要做任何的检测等等 这些我们是知道的 在我们做决定的时候 当然都会很积极去考虑不同的意见 对于入境检疫措施 改为零加期的方案 其实也就是希望 在疫情回落的同时 让香港社会经济恢复动力 也是要让市民大众的生活 尽早地恢复正常 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就表示 这几年不论是大公司 或者是中小企 很多公司的生意 都是掉盐水掉了很久 所以认为政府应该要尽快地 适度放宽入境检疫措施 同时也强调说 对国际这对门 是必须要与国际看齐 否则香港相对上的优势 就会严重受损 而另外一方面 政府一月初 因为第五波疫情 暂停邮轮攻海游 旅游业议会主席徐王美轮 他就表示 倘若再不立刻放宽 也担心这未来两年 香港也就没有了邮轮搏港 失去了母港的地位 由于调动邮轮 需要大致上市要三个月的时间 所以估计 即使港府现在回复批准 邮轮也赶不及 在今年底抵港 所以最快也要等到 明年的第一季 而香港经济日报的社评 就指出 随着本港新冠疫情趋稳 政府专家顾问 袁国勇也指出 社会其实已经筑起了 更为牢固的重镇屏障 时间是不会等人的 所以政府 越迟调整检疫政策 本港的国际吸引力 就越是江河日下 必须要及早制定 短中长期 全盘预案 以及监察机制 民报社评也指出 本港的经济疲惫 财政司长预计 在京阁财政年度 库房赤字超过千亿元 外防输入政策太严 也会影响到香港的竞争力 而大型的盛事取消 或移失到周边的国家 也是重要警号 所以当下刺激经济 最有效的办法 莫过于就是尽快地 要对海外开关了 好 相关问题 我们进一步就要请 要到朱文汇先生 来点评分析 随之先生您怎么看 现在优化这个检疫方案 是不是就可以加快速度 让香港跟国际接管呢 对 从现在每天的数据来看 从五月份新的这一波疫情的高峰 应该是在快速地回落 所以在这个回落 向下走的过程当中 动态的优化调整检疫方案 是非常关键的 不能够因为说未来可能反弹 现在就方慢步伐 所以很多事情 它一定要提前做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还有一个好处 在七八月份 假如你想去增加航班 是很多航空公司 它看你的检疫比较繁琐 因为在欧美那边 不需要检疫 它不愿意多开来香港的航班 因为它人手不够 大量的美国人都跑去欧洲去度假 因为欧洲很便宜 欧元的汇率跌得很厉害 那现在呢 就是各个航空公司 它也有充足的运力 所以综合内外的情况 是时候尽快地完成检讨 把这个检疫的时间和不变性 给它进一步降低 这里边很核心的 就是香港的医疗体系 它是不是能够应对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是能够应对的 而且呢 就算春节出现比较恶劣的情况 还是同样 大湾区那边 还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支持香港的 所以有时候不能光从香港 自己的医疗来考虑 而且呢 我们也看到 如果说香港 它把这个检疫 进一步放宽成零加期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实验 就是到底放宽之后 会怎么样 医疗体系会受多大的冲击 下一步情况会怎么样 而且呢 香港的医管局 它有非常完整的统计数据 所以现在呢 不需要那个数据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到底是从五月份以前算 还是说从五月份以后算 而是呢 应该医管局 它可以把这一波 比如说像奥米克戎发生以后 整个死亡率是多少 然后重症率是多少 然后呢 打针地和它进行交叉分析 同时可以选取时间截面 来进行分析 不需要你拿一个数来说一句 我拿一个数来说 你就把它全部拿出来嘛 从这个去年年底到现在 因为你所有数据医管局 全部都有 就是让社会来分析 得出一个大家 最大公约数的结论 确实如此 现在大家都等着看 到底这个防疫呢 是不是能够放宽 而放宽的究竟有多大的程度 我们看上去 内地护身股市 在今天则跟随外围市场反弹 三大指数是集体高开 不过银行和房地产板块 则走势低迷 拖累了三大指数 午后震荡回落 护身两市成交继续缩量 创下了17个月来的新低 而截至收盘 护只是上涨了0.22% 生存指责上涨0.69% 创业板指责上涨了0.7% 港股方面 横指高开了134点 一开始就收复18700点 之后升幅则是整整扩大 市场憧憬 林佳希的检疫措施 会很快地落实 所以本地的经济股 以及旅游航空股都上扬 横指收报在18781点 上升了1.18% 而人民币汇价方面 在按人民币收报 在7.0131 就上一个交易日是上涨了48点 离岸人民币0.017 在窄幅的徘徊 而另外我们看到 人民银行是在上个月 不对称下调了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LPR之后 是依如预期的 为9月的LPR报价 而一年期和五年以上的利率 则维持不变 分别是3.65厘和4.3厘 是符合市场预期 好 下期回来还有更多消息 一会见 欢迎回来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 美联储议息会议之前 美国债息进一步的上扬 而基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 也升至十多年来的最高 美国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 在周一是一度升穿了3.5厘 也创下超过11年新高 市场现在正在观望 美联储周四晚的一息结果 预料联储局很大机会 是大幅的加息0.75厘 而随着美联储再次的暴利加息 这样的预期升温 这全球资金正在加速的 从亚洲新兴市场撤出 根据最新的交易数据显示 外国投资者连续第四周 是从除了中国之外的 亚洲新兴市场股市撤出 截至9月16号的一个月内 一共就撤出了4.23亿美元 事实上多国的央行 面对通胀不断的升温之下 正在进一步的加快加息步伐 我们说这场加息竞赛 正在严重的打击经济增长 失业率的攀升风险 也是与日俱增 而彭博通讯社分析就称 各国央行问了保生育 誓言要将通胀率压低至定下的目标内 然而我们说这种斗快加息 是远不足以短期 解决现实通胀的难题 反而恐怕会将全球的经济 推向衰退深渊 而恩乌战争以及美联储加息 对于新兴经济体的冲击 也是日益显现的 像在今年3月 埃及就向国际货币经营组织 IMF请求援助 而且为了与IMF达成贷款协议 埃及就重新组建了政府内阁 新成员也几乎都是拥有金融背景 欧币经营 也听到了 唯独在面包补贴问题上 埃及在2022财年 已经支出了 550亿挨棒的情况之下 宣布追加320亿挨棒补贴 以减轻高通胀 对于底层百姓冲击 显然这个面包补贴 依然还是埃及的红线 而国际清算银行 则是敦促主要的经济体 在经济衰退 以及会是波动的威胁 越来越大的情况之下 仍是要大力地提高利率 总部剩余 在瑞士的国际清算银行 季度报告就承认 经济衰退和债务风险 都在上升 但是表示 史标升的全球通胀回落 还是最重要的 而报告当中其实也指出 即使大幅的加息 可能会引发经济衰退 但是也认为 这个主要经济体的央行 还是要采取行动 世界银行就预料 全球经济放缓会持续到明年 美联储周二期 一连两天举行议席会议 并会在香港时间 周四凌晨两点 公布议席结果 市场预期货币政策委员会 将决定加息0.75离货以上 来应对高企的通胀 总部位于瑞士的 国际清算银行 发表季度报告 指虽然大幅加息 会引致经济衰退 以及债务风险上升 但压低正在飙升的 全球通胀 仍然是当务之急 认为全球主要经济体的 央行机构 在货币政策上 采取及时和有利的行动 是十分重要的 因为在较早段 以较大力加息 可以降低经济硬着陆的机会 报告又指出 目前要寻找替代 俄罗斯原油的产品 是十分困难 原因是其他主要产油国的 闲置产能有限 以及新项目投资不足 而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斯 在接受福克斯财经频道 访问时担心 全球经济放缓 可能持续到2023年之后 马尔帕斯提到 中国在第二季的 疫情风控措施 移植经济急速放缓 但预期经济之后 有机会复苏 包括美国在内的 其他主要国家 也有机会复苏 但他担心 部分经济体会被抛离 富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面对美联储不断加息 我们进一步再请教到 朱先生 您看到这个埃及 都已经向IMF来求助了 是不是危机会 更加地扩大呢 对 我们就打个比方来说 这个加息呢 就在国际金融市场里边 造成这个资金的流出速度 像水流一样 这个水流如果说它的速度加快了 水量大了之后 也会放大原来在河里边的一些脆弱性的地方 那个坝旁边是不是会被垮掉 所以呢 本来一些发展中国家 它的向国际收支的平衡就有问题 所以呢 它一定会出现很多的国家 或者说越来越多的国家 在这种水流的冲刷下边 造成它们内部的矛盾被放大 那么对于埃及来说非常简单的 就是它现在外汇储备不够用了 而这个埃及 它的你可以看一下它的地图 人口非常密集 而且呢 它是需要进口大量的粮食 人口也很多 所以呢 这个时候就会出现 我们说发展中国家 如果说面临经济压力 它往往是在两个地方出现 一个就是粮食 刚才报道就说 面包 要补贴 但是你补贴的时候是不够的 又不停地追加补贴 然后另外一个可能乱的地方 就是很多发展中国家 如果它不是产油国的话 或者说产油国 又没有足够的链化设施的话 它的燃料出现 价格上涨的压力 政府同样补不起 非常不幸 你看埃及在两个方面 它都占了 所以呢 埃及的经济是比较大问题的 它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去申请紧急贷款 这个紧急贷款呢 它是有条件的 条件就是要求你 进一步去压缩各种开支 所以又造成它的很多补贴 不能够如期的推进 所以看来还有很多的危机 等待着各个国家 我们说这个全球7月份的 贸易流环比下降 也暗示着全球商品的需求放缓 由华尔街日报所制定 并且在周一发布的 一项早期贸易流指标显示 全球7月份的贸易流环比下降 2.8% 这表明了 由于高能源价格和利率上升 削弱了家庭消费能力 全球商品的需求正在放缓 而由美国调查公司 所发布的数据也显示 8月份脑制亚洲 发往美国的海上货柜运输量 比起上年同月是减少了1% 虽然说这个降幅较小 但是26个月来 首次的转为同比下降 这占了份额前列的 中国韩国越南出发的运输量 均增长乏力 而美国的第二大港口 长滩港的负责人19号就预计 疫情高峰期间的消费需求激增 将会开始降温 所以这入境的集装箱到货量 正在减少 据彭幕社报道 美国第二大港口长滩的进口量 现已连续两个月下降 与此同时 临近的洛杉矶港口 录得自疫情初以来 入境货物的最大降幅 长滩港和洛杉矶港 共同处理了与亚洲 约40%的集装箱贸易 长滩港执行董事 科德罗19号表示 预计将开始看到经济稍微降温 过去一年半的消费者需求 高峰会有所减弱 最新数据显示 美国消费者支出和零售额增长缓慢 表明近40年来最热的通胀 开始对经济造成影响 几个月来 港口一直被大量涌入的 货物所淹没 这些货物引发了 供应链的僵局和交付延迟 但由于物流的改善和加息 开始冷却需求 这种状况正显示出 减弱的迹象 科德罗和其他美国港口的 主管们预测 今年的旺季将是7月 比正常年份更早 因为零售商夜以继日的 静香避免在年底 圣诞新年假期期间 再次出现物流噩梦 不过科德罗也指出 尽管下半年入境货物贸易量 会有所降温 但长滩仍将迎来强劲的一年 长滩是美国西海岸 29个港口之一 目前仍在等待 代表2.2万码头工人的代表 和代表70多家资方的 太平洋海市协会之间的 劳资谈判结果 自上一份协议 于7月1号到期以来 这些工人一直在 没有协议的情况下工作 劳资双方都表示 要避免重演2014年 导致9个月的中断 和运输延误的失败谈判 长滩市长加西亚 也表示对谈判感到乐观 凤红卫视王佑佑 陈一秋 华生的报道 好 说到美国 我们就来看看 美国目前最新的一些情况吧 这个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的最新民调显示说 他们的总统拜登支持率 是达到了45% 创下了近一年来的最高点 但有分析指出说 在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当中 共和党还是保持着关键优势 而美国总统拜登 上周接受CBS60分钟 时事杂志节目专访的时候 他就说 这个美国新冠疫情已经结束了 他全然无视当地现实 还有每天400多人 染疫离世的事实呢 所以根据了解 这个白宫官员 对于他的说法事前 其实并不知情 不少的高级卫生官员也说 哇 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呢 就感到很惊讶 而美国政府数周前 也要求国会要提供资金 维持检测 以及新冠疫苗接种计划等等 这可能也会使得 这个拜登 接下来会面对一些阻碍 好 回到我们刚刚说到 这个话题是 美国这个货柜量的一个情况 我们进一步就要请到到朱先生 您怎么来看 就是说现在从亚洲 说到美国货柜量减少了 那么是不是呢 也象征说 现在国际贸易出现了放缓的迹象呢 对 这个是一个非常明显的 而且是大家要高度警惕的 放缓的迹象 他现在看到的数据是八月份 其实我自己得到的消息 是从八月下旬以来 快速的放缓 在这个八月份的上旬的时候 因为像美国要好 欧洲那边 它是属于一个全开放的过程 所以它和去年同比 还是相比很好的 所以到处都是人 买东西的 这个外出旅行的 就餐的各种服务都很好 但是我们看到 由于在八月份以后 其实大家也明白了 这个通胀很难控制 所以就是要大幅度的加息 而且这个加息就出现了 加息的幅度会很大 加息的这个频率很快 加息高息的停留时间会很长 这三个结合起来 也就预示着像世界银行 还有其他的一些国际金融机构 包括国际清算银行 他们都预计到会出现衰退 所以这个衰退是跑不掉的了 那么美国当然是希望说 这个叫做软招路 不是硬招路 但是呢 是软还是硬 看的很明显的一个指标 就是对于实际货物的需求 所以现在很多 往美国出口商品的 他们就得盯着 和去年同期相比 比如说香港这边 说这个订单少了三成左右 而且没有大的订单 因为去年的时候呢 在这个时候会发现 很多货柜都堵在 那个洛杉矶那两个港口那边 但现在看来不是了 而且呢 那边还在 这个罢工的工人 还在继续卸上 现在不怎么办 当然现在这个需求 供求的压力缓解之后 他还怎么罢工 怎么罢工 不影响整个的 基本的运作了 这就是26个月以来 可以说从那个 新冠的第一波疫情冲击 恢复以来 第一次出现负增长 但是这个负增长 我预估它可能到9月份 会更加放大 所以这个也就意味着 我们看到 对于未来下一步 很多出口企业 他们到底是从哪个时间点 来判断 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 就是这个万圣节 以前的时候 倾向于把万圣节 圣诞节作为一个 大的一个销售期 来共同对待 现在看来不是了 要先看万圣节 买得怎么样 或者那个时候预定的情况 怎么要再看圣诞节 再看后边是一个什么情况 所以大家现在都变得 非常的谨慎和小心 而在这种小心的过程当中 像一些美国的零售商 就开始不是说积累库存 为什么去年特别难呢 就是因为大家都抢的堆 而且是在港口运作不畅 就要进一步去增加库存 要多买 那现在不是了 现在他们把已有的库存 还要清了 还要降价去给它消掉 所以这就增加了 未来整个全球经济的 变局的复杂性 所以说接下来几个 关键时间点 大家也都要特别注意了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也感谢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了 我们下期再见